看那邊的箱子啦 那邊都是氣單 那邊都是包材 員工與氣好無奈 賣場商品遭氣單 直過去地板上的箱子 已經堆成小山 忙喔 就為了處理這些氣單的 客服的還要去追客人 有些客人還會不接電話 好多的 還不值 拿出氣單明細一整疊 超級厚 氣單商品推車已經裝不下去 員工整理不完 連假前辦活動已經很忙了 卻還要處理惡意氣單的客人 直播主簡直氣炸了 工裝啊 然後每個尺寸都買 然後呢 還有女裝 然後還有就是零食 他除了在直播上喊單以外 然後呢 他又在我們的商城下單 所以這樣就 我就覺得他是惡意來導彈的 高雄這名直播主控訴 連假前辦活動訂單 都超過千筆以上 員工為了趕出貨 都很忙很辛苦 沒想到 卻遇上惡意氣單 真的很生氣 客人下訂了百樣商品 金額約十萬元 怎麼樣就是不去取貨 也聯繫不上人 如果你真的沒有 因為要購買的話呢 那你就不要喊單 造成直播上的麻煩 直播小賣家的話 其實他們本身的成本 都已經壓在貨上 直播店家遇到惡意氣單 近百件 總價約十萬的商品 全部被退回來 包財人力大耗損 真的很生氣又無奈 店家這次選擇以和違規 但再有下次 就會採取更強硬的 法律訴訟 記者許富天 陳山山 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採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